日本刺繩縣JR地鐵發生罕見意外 一個七巡老翁被乘客發現 面朝下躺在運作中的扶手電梯 宋苑搶救後不治 事發在星期二晚上大概9時 72歲的寧木手下班後經水戶站回家 懷疑在扶手電梯上跌倒後 外套被捲入機器夾住而無法動彈 他被發現時意識清醒 宋苑搶救4小時後不治 警方正在翻查閉路電視還原事發經過 以及調查寧木手的死因